自從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二十六號在傑克森棟發表抗通膨言論 美股就持續下跌創下六月以來最大跌幅 實至從七月二十八號以來首度跌破四千點 也是七月二十六號以來再度跌破五十日移動軍線的關鍵水平 美股跌不停 不過聯準會多位官員三十號再次重申升息意志通膨的決心 其中在聯準會決策小組中 地位僅次於主席鮑爾的紐約聯準銀行總裁威廉斯就表示 可能需要將利率調高到略高於百分之三點五的水準 而且明年不可能降息 甚至有聯準會官員表示樂見美股重挫 聯準會的鷹派態度明確表達不會逆轉政策 將繼續將抗通膨視為第一要務 分析師認為這樣的說法將繼續給市場帶來壓力 年底前只會出現更大的波動 而聯準會恐怕要看到通膨數據連續好幾個月下降 才會考慮停止升息 歡迎新聞聯盟宣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高測待大小鈴鐺 也有公式列明確保 假鈴鐺 剛才會提及 例子 跟隨便 像 說法 分析